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新年好 我们大波若坚 这一次采取的是精彩片段的讲法 希望所选的经文 对我们的修学生活都有帮助 让我们能在生活当中 获得佛法真实的利益 那么我刚才上了讲台 这有一位同学提了一些问题 一共有五个问题 问得很好 也是念佛人必须要知道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要给注意解答这个问题不太适合 因为这个地方是不若讲座 那么大部分问题就耽误我们讲经了 我想这个问题 你这些问题 你去读《无量寿经》 在《无量寿经》 我们有讲记 有录音带 《弥陀经》 也有讲记 也有录音带 这个里面呢 已经说得很透彻 虽然说得很透彻了 还是要细听 如果不仔细不认真地去听 还是很难体会 这里面甚深的意趣 这个一遍听不懂 听两遍 病俗听多了就懂了 这个中国古人常讲 读书千遍其一自解 自然你就能够开悟了 佛法的修设 不但是佛法 世法也不例外 中国在古代 世间法的教学 也是要教人开智慧 所以老师教诫学童 作用了学生的悟性 根性顿的人呢 要用什么呢 善巧方法 启发他的悟性 实在说 这个悟性呢 就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本具 也就是波弱的波弱智慧 这是一切众生 如祝福如来 无二无必 是一本有的 本有的智慧 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那根性变得这样 对 这个原因呢 很少人知道啊 那可以说 世间人 没人知道啊 不但六道反复不知道 身为原作全教菩萨 也不知道 福知道的最透彻了 最清楚了 他老人家在大神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智慧不能之所以丧失掉 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妄想分别之处 这个东西是障碍啊 障碍什么呢 就是障碍本具的智慧不能 把这个障碍做 归引而为二障 一个叫繁导障 一个叫所致障 妄想分别是所致障 知诸是繁导障 于是法界 就是这个原因形成的 说佛的人都知道啊 佛家讲十法界 其实法界无量无边的 不止是法界 是法界是佛为了说法 方便其间 把它归纳为十大类 无量里面都很复杂 很复杂 归纳这个十大类为了好讲话 这个十大类为了好讲话 这个十大类为了好讲话 六道凡夫 这很苦恼的 轮回也 从哪里来的呢 从执着来的 如果你对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 你就超越轮回了 轮回就没有了 不管世界法不可以执着 佛法也不能执着 你千万不要误会了 世界法不执着了 还执着佛法 还是出不了轮回 所以佛在《金刚薄弱》里都说 法上硬是 何况非法 那个法就是佛法 为什么佛法 不能执着呢 佛法也是因缘生的 凡是因缘生的 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失望的 这个经理上讲的 明白 彻底 无所有不可得 你怎么能知道他呢 你知道他自己犯过失了 把一阵法界变成六道六回 如果说一切都不执着了 但是还有分别 有分别也不行 分别的过失比执着轻 所以你把一阵法界就变成了 圣文 明觉菩萨福 我们叫四圣法界 这个四圣法界是从分别来的 如果分别性也断掉了 跟诸位说四圣法界也没有了 那么由此可知 四圣六反 四法界都是虚妄的 在《金刚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有没有真实的呢 有 真实的叫一阵法界 立开了虚妄 这个一阵法界 真实就现前了 一部大伯若惊的六八军 世尊讲了二十二年 就是帮助我们看破 帮助我们放下 看破什么呢 了解释法界四十真相 你就看破了 放下呢 从此以后对诗法界 一切零一切四 一切信一切相 再也不分别 再也不执着了 那这就放下了 就放下 放下一切分别执着 这个时候 就是禅宗里面讲 你的自信 圆满泄露了 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了 这个时候的境界 叫一阵法界 不愿意的功德在此地 所以不愿意虽然跟你讲 横讲述讲 直胜地讲 决定不能执着 你要懂得佛的意思 决定不能执着佛的意思 这是哪名菩萨在其间论里面 交给我们 心学的态度 这个心学的态度 跟著我说 就是生活的态度 你每天工作的态度 除世待人介入运筹的态度 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 立言说相 立不是说没有言说 一天到晚印筹 哪有没有言说呢 不要主言说相 你要懂得意思 提会意思 不执着原则相 不执着名字相 这些名词说语 它有作用 帮助我们理解 那也是假训的 都可以执着 一心原相 心原相是比较困难的 心原相 我们读经 可不可以思维经里头的意思 可不可以想象经里面的道理 我诗告诉你 不能思维 不能想象 为什么不能思维 不能想象 你要用思维想象 你去研究这部经典 这个经典的意思 非常则下 最小的什么程度呢 随着你的信量 你的信量很小 这个经典讲的道理 就很小 你的信量稍微大一点 哎呀 你看到这个经 意思又多一点 经是不无量意 它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 尽虚空便发界 一切度佛 说一个字 永远都说不尽 你怎么能去想它的意思 你去想它的意思 叫打妄想啊 那是你的意思 你不是佛的意思啊 那要怎样去读经呢 老实念就行了 一个一个字老实念 字没念错 没漏洞 句子没念颠倒 你就老实念 这个老实念有什么意思 很有意思可多了 你说没有意思 是因为你和你念的功夫不得力 功夫还没到鸭 你还没尝到味道 等你尝到味道啊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所以念经 我们在讲习当中讲过很多次啊 念经的目的是 是戒定会三十一次完成 念经如此 工作也如此 生活也如此 那你得到就快了 这个一生呢 转翻成身 真的你就有指望了 确确实实就能相应 在本经里面讲 就是与般若相应 在念佛人讲 就是与佛相应 别注意说佛生 佛就是般若 般若就是佛 只是说两个名词 一桩四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翻成中国的意思 叫无量觉 阿弯做无 弥陀弯做量 佛弯做觉 无量觉 就是般若智慧 般若就是无量觉 这是一不少二 你要从这些名相上 要把它分别成两个 你就得搞分别 不但分别 还坚固的执着 那么你就是念大臣经 还是干的六道轮回的四页 拿着大臣经去干六道轮回 什么干的 妄想分别之处 展开大臣经 你天天在搞妄想分别之处 你就是在搞六道轮回 多少人说佛 不得受用 多少人说佛 不得成就 到底在哪里 到底就在此地 不能不知道 佛在今上 也在警惕我们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两句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而且意思非常深刻 能真正体会的也不太多 六道里头打滚 对人生谈何容易 对人生能够真正闻到佛法 从佛法里的觉悟了 真正学悟了 你就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没觉悟 你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六道凡夫都不正常 正常人是谁呢 是佛菩萨 你真正觉悟了 你过的生活是佛菩萨的生活 这个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 大自在 我们这世间人讲 幸福美满 你过的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你的生活里就绝对没有烦恼 充满了智慧 像这个慧能大师在谭经里面所说的 你看他进入屋主说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那就是正常人的生活 长生智慧 不生烦恼啊 人要是长生智慧 不生烦恼 这个人呢 你一看 就看出来了 那个烦恼 你看印度人的烦恼样子啊 快乐是一名快乐的相啊 不一样啊 快乐的人 不容易衰老 快乐的人 长寿 快乐的人 心得自在 真的是 丝丝如意 所以你有没有修行 你修行功夫多利不多利 不要看别人 看到你面貌 看到你行动 看到你说话的阴神 就知道了 其他的不必问 我有些看到老同学 两三年没见面的 这两三年衰老很多了 我就很不客气说 你修行功夫不得利 恼羞下恋啊 如果功夫得利 你一年比一年好 那就是你功夫得利 为什么呢 一年比一年 心地清净 其实这个道理 要说出来 大家也能体会呀 佛在大乘经里面 讲的太多太多了 这个十法界 一正庄严 我刚才跟主讲的 妄想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 立刻妄想分别执着 就没有这些东西 这种幻象不是真相 所以佛跟我们讲的 华严经上讲的好 应光发戒心 一切为心照 我想这个句子 很多人都会念的 懂不懂啊 一切为心照 我想你 你是吧 心里平的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了 我这个心就不能照了 实在讲 你呀 不是不能了 这个道理呀 就是相随意心转 你心清净 你的相就永远清净 不但相随意心转呢 我们体质也随意心转 现在这个社会很糟糕啊 自然生态被破坏 病毒 传染 泛滥 几乎 遍及全世界 每一个地区 今天不但 饮食有毒 水里头都有毒 水都不是自然的 那个自然水里头都做加化学药品啊 毒不毒啊 人 内里面有贪嗔之门 外里 外里有这么多的病人毒素 你怎么会不中毒呢 你的身体怎么可能健康呢 没这个道理呀 可是舍佛的人呢 就不受这个干扰了 舍佛人从哪里转 从心地上转 这个是 这个大乘法里常讲 从根本收 根本是心地啊 心地清净 不受污染 第一个 我们这就是现在医学里讲的 你这个身体里有抗体 什么叫抗体 清净心就是抗体 不受污染 慈悲心解毒啊 真正大慈大悲 再毒的那个病毒 在你这个地方都把它化解掉 所以注意要想的时候 永远年轻健康长寿 那你不说福不行啊 而佛法里特别是无量寿经 经题上就教给我们 清净平等主 这就是慈悲 没有慈悲 决定是不决 决就是慈悲 你真正能做到 清净平等慈悲 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你就是过正常的生活 正常是佛菩萨的生活 你念念都与道不若相应 念念都与佛相应 与清净平等觉相应 这个叫修佛 今天我们读一段经文 读位翻开五十六面 我念这一段呢 你们老同学要记住 这一段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不想得 看来这一段 这一段有没有讲过 要讲过了 我们就重新再选一段 看第一行 第一行 我们从第二句看起 佛高居寿舍利子淫 舍利子 菩萨摩佛萨 修行般若般若秘识 因无事观 实有菩萨 不见有菩萨 不见菩萨名 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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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再选一段 下面的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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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选一段 我们选小段 我们看六十一面 看下面的耶稣 对 看下面的 下面的阿拉伯 阿拉伯寿子 看下面的 看六十一面 六十一面 第一行 这一段里面讲的 就是 仿佛的一些见解 我们今天讲是认识 实时度的观念当中 都是错误的 由于这些错误的观念 造成了错误的行为 定用出 这一切不无意的感受 所以佛在此地 把这一段事情 为我们说明 教导我们 你们一切法当中 都要去执着 这个文呢 要从前面念的时候 大家容易懂一点 好 我们从第二句念起 六十一面 第二句念起 诸佛一儿 不应执着 世故菩萨摩佛萨 修行般若般若密度时 不见有我 乃至见者 亦不见 有一切法性 我们看看这一句 这一句的意思 很深 大多数同学 都念过金刚经 金刚经是 《大般若经》里面的一封 六个卷当中的一卷 念过的人很多 这一卷经可以说 是整个博弱部的纲要 因此古大德特别将这一卷 抽出来单独流通 所以大家都非常熟悉 金刚不如 经中有很要紧的一句话 他说 菩萨 若有母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皆非菩萨 这个时 世尊对菩萨下了一个定义 说出他的标准 我们现在在座的菩萨不少 受了菩萨界的菩萨 可是佛成不承认你是菩萨呢 佛恐怕不承认 如果你要是破了四项呢 你没有受菩萨界 佛也承认你是菩萨 那么由此可知 那么由此可知 行事上的这个受戒不深重要 重要是实质 你有没有做到 现在一般人重视 这个受戒的意识 现在一般人重视这个受戒的意识 跟你们诸位不一样 所以这个观念给你们呢 也不相同 我这个佛法的因缘 是方栋梅先生介绍给我的 所以我是从这时候里面入门 结束佛法之后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我就认识张家大使 所以我头三年 学佛呢 使他老人家知道 他告诉我 学佛 戒学非常重要 持戒是学佛的基础 戒要怎么个持戒呢 你学一条 你就守了一条 你就守了一条 他跟我讲 不讲行事 不动行事 主要动在说 进行 你对这条意思说 真懂得了 真懂得了 你就要去做 把这个戒力 变成自己的生活 这叫做持戒 所以广义的持戒 就是守法的意思 遵守老师的交戒 可见到那个戒的范围 很广很广 不仅仅是那个几条 你要是刻定那个几条 那你就错了 一切经里头 福对我们的交戒 我们都要遵守 都要理解 都要去奉献 这一端呢 叫我们不能执着 我们要做 要很认真地去做 做又不执着 这就下意了 如果你做了 如果你做了很执着 我的戒律很清净 我这很庄严啊 看到那个人破戒 那个人没有修戒 这个里面呢 你就有执着 有执着 你持戒变成福德 不是功德 持戒没有功德 是福德 这个要辨别清楚 福德不能解决问题 福德是带给你福报 而这个福报到哪里去想 也不一定 人间有享福的人 出生里头也有不少 享福的出生呢 他的福报比人的福报还大 你看看外国 现在台湾的情形 我不太想的 外国人讲的宠物 一家人爱护 一家人都伺候照顾他 比老祖宗还孝顺 还有我们看到之后 那真是贪为官职啊 他对父母没那么孝顺 他对一切人 他都没那么孝顺 对他那个宠物的 忠心的孝顺 那是 那个出生有福报啊 他在享福啊 那人就是一家人伺候他了 出生到了就享福了 我回到里面享福 你看鬼闻涂地宫 出一世故 你看多少人烧香拜拜 他在享福 这个 你一心的佛报 至于到哪一道去享 北地 我道里头也有享福的 那么怎样修才变成功德呢 你如法 持戒如法而得定了 这是功德 你持戒有功啊 定就是得 你得到定了 修定有功啊 智慧开了 开慧就是得 所以功德两个字 功是修音 都是果报 这个两个字 有音有果 那么你就想到了 怎样持戒才能得定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复杂地建设 是以开智慧为目的 而定是开智慧的枢拥 关键之所在 说实在话 得定 定的起用啊 就是智慧 所以定跟会 是一体 大臣经上有的时候 可以把它互为体用 定是体 会是用 会是体 定是用 他可以交互的 那关系都一切 于是我们就懂得 世尊与祖司大德们的教会 要硬门深入 硬门深入啊 容易得定 你的心呢 容易清净 最怕的 就是舍得太多 太杂了 你决定得不到利益 你本来啊 你这个思想 见解 就已经很复杂了 再要加上 许许多多 大臣经论 祖司的语言 那不更糟糕了 所以许东西 真正想成就 你要把那些 拉里拉闸东西 淘汰的干干净净 这一点非常困难 我们在一生当中 所遇到的 纵然遇到 真正的上知时 人家肯不肯教你 要看你自己 具备的条件 够不够 什么条件呢 就是业障得知 男友被污染过 这样的条件 你遇到真正之时 它就非常宝贵 从前方东梅先生 跟我讲的时候 他举个比喻给我说 他说没有受过污染的 就像一张箔纸 他是个画画的画家了 你送一张箔纸 他很喜欢给你画一幅画送给你 你很干净 如果说你拿一张旧道纸给他 一日然物的章 他怎么画法呢 他无冲下笔写 他没有办法了 他想要教的人 你很想学 很喜欢学 因为文力学 又没有学过 这个就好了 我那个时候跟他老人家学这学 他叫我给他见面 念谈的时候 我对这个很有兴趣 很想学 他问我 你这学书念过没有 没念过 你没有跟别人学过 没有学过 我只想到学校去 听你的课 他看到我这个条件 大概还可以了 所以他就很静默了好几分钟 然后告诉我 他说现在的学校 先生不像先生 学生不像学生 你要到学校里学 学不到东西 我是看到方先生这个画的时候 就是凉水浇头 没指望他拒绝我了 所以我的表情 当然就很难过 很沮丧 他看出来了 他很客气地告诉我 他说这样好了 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 我给你上两个重点后 所以我就是在 他这个古灵街 那个房子里面 小客厅 那个时候 我跟他上课的时候 一张小圆桌 就是我们两个人 他这样对待我 我感激不尽 又利用星期天的时间 不耽误我上班 我也不学请假 等后来我说佛才晓得 才知道什么缘故 如果我到学校去旁听 我一定认识很多同学 一定认识很多老师 那么就会被污染了 同学多了 大家互相在一块研究讨论 复杂了 乱七八糟 东西都进去了 再认识老师多了 这个老师这么说法 那个老师这么说法 就无所适从了 所以他看到我是一张德纸 没有被误染过 他要我接受他一个人的指导 不让任何一个人呢 掺杂进来 到以后才明白 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私诚了 我还占一点私诚的边缘 所以学的东西 它是不复杂 没有怀疑 以后学府 就是接触佛房了 张德约大师也是这个方法对待 每一个星期到青田街 到他住所去一次 他知道我度哪些经历 度了之后的时候 向他报告 他知道我 我这样跟他三年 一直到他老人家园集 他老人家园集之后 这是朱金周老就是 介绍我认识台中李老师 你看我学东西就那么单纯了 这学一个老师 佛学也是一个老师 到台中去清净李老师 李老师第一句话就是 你要拜我做老师 我有三个条件 你好好考虑考虑 能不能接受 我就想想请教 哪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从今天起 只可以听我一个人讲经 任何人讲经受法都不准听 那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从今天起 你看书 你只要看文字 不管是世间的 我书籍 是佛教的经典 没有经过我同意 不准看 那这条件很苛刻 从来没听说过的 哪有老师教学生 是这个教法的 第三个条件 尤其苛刻 你以前所学的 我都不承认 他知道吗 我以前两个老师 我告诉他了 而这两个老师 这个尤其苛刻 都很佩服 都很尊敬 他还是说不承认 从今天起 跟他学 从头学起 我遇到这么种事情 在以后 毕竟还是有点善根福德 结束了 结束了 我就跟他学了 这就跟他学了十年了 多多利益了 就读了 因为他这三个条件 你看 什么不可以听 耳朵塞了 读起来 一切都不准看 眼睛又闻了 烦恼少了 你们这个烦恼 为什么这么多 天天听 天天看 看多了 听多了 麻烦就来了 所以老师对学生 第一个 就是把你耳目给你关起来 不准你看 不准你听 让你心静下来 一门深入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好 我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彻底明白呢 十年前 你看看被这三个老师 终于了几十年 都没搞清楚 也不敢问了 十年前 我第一次到新加坡 在那边 红队 遇到 伊恩培法斯 这个是我们很熟的 伊恩培法斯 请我到他道场 去讲演 我就劝到场的年轻人 发心跟伊恩培法斯 学 伊恩培法斯 法相为实 可以说是在这个时代 没有人能超过他 非常难得 我劝学生 要专心跟伊格老师 我把我这个求学的经验 向他们大家报告 我讲完之后 伊恩培法斯 请我到客厅的掃查 就告诉我 他小时候 刚刚出家做沙迷的时候 跟地形老法斯 也是这三个条件 我说慌然大悟了 他原来如此 你不是李老师独家的 这才晓得足足相传 中国古时候 足足相传 收学生 就是这三个条件 这才明白了 所以这个 先出家了 五年学界 才知道 五年是学这三条件 遵守这三条件 我在台中 李老师也是要求我 五年 是有期限 可是我们身上等于 我满五年之后 我跟李老师说 我再遵守五年 我遵守 他这个条件 是你 好处在那里 心地清净 不是你自己所修学的 根本你都不理会 佛所说的一切经 是读一切众生 我学的这一步经 这一步经是读我的 你都要搞清楚 那就给这个大夫治病 大夫治病 对我开的药方 是治我病的 他跟别人开的那些药方 是治那些人病的 你把治那些人病的药方 通通拿来吃 那你不死 哪有这种道理呢 你别都是死了一条 大夫没有害死你 你自己不听话 自己不懂事 自己害死自己 很要紧 所以老师对学生的交界 真叫苦口婆心 你学多了 看多了 听多了 他们没有办法教你 那怎么办呢 只好随你去了 对你客气恭维 赞叹 其他的无口卖火 这样你才懂得 学生找老师 难啊 所以可欲不可求啊 老师要找一个学生可以传法的 那更难啊 到哪里去找啊 找到一个想学又没有学过的 又很听话的 真正能服从的 现在这个社会找不到了 我现在教学 我就不能用李老师这三个条件来要求学生 为什么呢 他不会听的 你三个条件还没讲完呢 掉头子走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比你高年的人太多了 他到别的地方学去了 你才知道这个事情难 但是古老这种教学法非常有效果 你不如相应 就是自信相应 此地讲的故法是事出事间一切法 但有相像是假相 这个假相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同修详细说过 像是假的 像决定不是真的 像地缺是为心所谢 为时所变 这个两句话是华元经上讲的 说尽的 明更是假的 所以对于相不能知诸 对于明也不能知诸 这一段就是说这种诗句 诸法一耳不应知诸 所以说是故菩萨摩霍河沙修行般若波罗密多事 此地讲的菩萨摩霍河沙都是发生大死 唯有发生大死才真正修般若波罗密 那么菩萨就是华元经上的三行为菩萨 从初步到第十回乡 摩霍河沙是臣地上菩萨 从初地到等觉十一个位置 这个陈摩霍河沙是臣地上菩萨摩霍河沙是臣地上菩萨摩霍沙公 没有一法不相应啊 怎么不相应方呢 不仅有五 就是金刚经常讲的五五相 四相只要有一相离了 其余的三相决定也同时离了 所以这个不仅有五乃至见者 不仅有五就是无五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守者相 不达不着相了 不会把这个相 一切现象放在心上 这个四相是指一切现象 无是讲的身相 这个人呢 就不一定是讲人 你要不要人都看着的一切人呢 范围太小了 这个人相就是无相以外的 足有一切相就用一个人来做得了 它的意思在此地 除我之外跟我对立的就是人嘛 所有一切现象 是华界一真庄严 都叫做人相 它这个意思广到这个程度 众生相是什么呢 就是说明我跟一切众生 跟这个一切外面这个这个万相 都是众人活活而生的 这个众生相是这个意思 并不是很多很多的现象 不是 那你就解错了 所有一切相 无相 无以外的一切相 叫人相 这相怎么来的呢 全是动员活活而生的 也就是人性所现的 无始所变的 受这相 受这相呢 是说这个所现的这些现象呢 存在时间的长短 叫受这 可时而论 所有的这些现象 刹那生命 刹那不住 在生理观察呢 刹那生命 就是生命同时 生命同时 就是不生不灭 但这个现象我们见不到 我们仿佛见不到这个真相 所见的是妄想 妄想它的存在呢 存在叫相许相 金刚经上讲 如露如电 露是露水 露水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相许相 而电呢 电是闪电 是比喻它实际上存在的现象 实际存在的现象 那是太短太短了 我们没有办法觉察 我们能够觉察是相许相 因为由此可指 这个四相里面的讲解 就是现在所讲的物理学 特别是相许相 特别是现在讲的量子科学 因为这个众生相 受这相 非常接近 这高等的科学 因此了解四十真相之后啊 你对于这些现象 当然就不知足了 最负责是不应知足啊 不见有魔不着相的 那是见着 这个见着是金刚经后面 后半部 后半部比前半部讲得深 前半部可浅可深 后半部是为深无浅 意思是 后半部这个四中就不叫相了 五见 远见 众生见 受这几 你看在这里两句 不见有魔那只见着 这个见着就是这四见 这个里面讲的是更透彻了 更为了不但是了 这个这个五更见着 亦不见有一切发现 这个话才真的到究竟圆满了 诸位如果学一点发现 我用发现的名词来说 大家就很好懂 这个第一句 第二句是讲见着 见着是见分 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说 相分就是物质这一部分 见分就是精神这一部分 或者我们说相分是色法的一部分 这个见分是心法的一部分 色性同年都是从真如本性里面变现出来的 真如本性那就是底下讲的一切发现 一切发现有没有呢 当然有 没有这一切发从哪里变现出来的 所以有不可得 你们这个六根能力决定接触不到 你眼看不见 耳也听不见 不但严格比学生 你没有办法接触得到 你想也想不到 你思维想象也感不到 它确实存在 这个东西叫发现 所以 一不经有一切发现 这是真正的明信解信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底下经文 为 诸位要记住 相有 见也有 信也有 但是 都不可得 这个有是幻有 不是真有 就是讲刹那僧灭之有 不是常住 不灭之有 这一点要搞清楚 凡是顺于僧灭法 因缘所僧法 都不应该知足 都不应该放在心上 你也能够明白 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能如是修实 那你就是真正的菩萨 你不是假菩萨 给诸位同学说 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到 不是做不到 问题你肯不肯做 当然 你很想做 但是你做不来 这个里头原因才能够 原因是 就你也没有搞清楚 所以这个修行 行就是生活 修行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 是在第三个阶段了 第一个阶段 你要想信 这个太重要了 你对老师没有信心 你对教学没有信心 那老师再高明 对你没办法帮助 所以第一个 我们对老师要建立信心 第二个 对老师教学的方法不怀疑 我认真地去修学 你才能有成就 信了以后 要求解 解 解是智慧 解那么多 你看看老师教你的时候 他也不跟你讲 天天教你念 拿你小的 那个念里头 就是帮助你解 解还得用对了老师说的 到你心清静 你心得定了 自然智慧开了 你恍然大悟了 那就解了 高明的教学法 他特别的一套 跟现在西洋 这个科学教学法不一样 那个科学教学法 把人叫得越教育迷惑 越教育颠倒 这我几十年到处所看到的 可我们中国古老这个教学法 是教人越教智慧越增长 这真有道理 空袭现在没人提倡 我这个是这一生当中 非常幸运地接触到四层的边缘 还学了这么一套 虽然学得不够彻底 可是我感觉到我很有受用 所以下去 解 解一定是从定中开悟 这才能解 烦恼没有断 绝对不能理解 不如要晓得 烦恼没有断 你就是学经教 你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 你看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太何容易 福的真实义 你怎么会晓得 说出来了 你还是不晓得 这个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为什么不晓得 因为你本身有障碍 你这个障碍就是烦恼障 所知障 所知障就是沉浸 切入为主的成见在 这是所知 烦恼障就是是非人物 探诚迟慢 这些东西障碍 首先要把这个淘汰干净 用什么方法呢 直接修定 直接是手段 修定是枢纽 开智会是目的 所以教你夜门深入 如果老实 见效就很快 就真老实 真听话 真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大概能一般见到效果呢 应该是在六个月 六个月 你会感觉到 你的妄念少了 烦恼少了 会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体 很轻松 不像从前那种沉重 这是我们讲的清安 六更重力 从前看事情 看不清楚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 比较深入 从前听话听得明白 现在听话 懂得人家话什么意思 心清净了 大概六个月 就有这个征兆了 以后 你的时间一久 你的功力一生 从你展开经典的时候 字字句句 你能够看出无量意 你能够看出无量意 你能够得少用啊 都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啊 生活是学佛 离开生活 那么哪里叫学佛呢 学佛就是学智慧的生活 自在的生活 明暗的生活 这个也学佛 当中这一段呢 我们就把它省掉了 重要的意思提出来 终于再翻开 六十二年 我们把幕后这段念念 菩萨 倒数第三行 菩萨 菩萨 是一个植物的人 这个名词 是印度 凡语 英语 它的意思是 植物的 有情 那么换一句话说 你们是 迷惑颠倒的 有情众生 能够觉悟啊 就叫菩萨 不管你觉悟不觉悟 总有人知一句话 你每天在生活当中啊 你都跟着这些事情 但是你不晓得你在干什么 这个很可惜啊 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修圆满 波罗尼 他怎么个修法呢 他跟我们没两样 早晨起来 也洗脸 也穿衣 也吃饭 我们不都干这些事情吗 人家在这里的修圆满 波罗尼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天天围对这些事情 烦恼 同样的工作啊 关键呢 就在面头上 我去年在美国德州休斯顿 讲演的时候 讲演完了以后 有一个同学起来提出个问题 他说我们天天这个家庭主妇 每一天做家事 做了几十年 天天做一样的 做得都不耐烦了 问我怎么学佛法 我答复他的时候 你那些工作就是菩萨六波罗尼 可惜你不知道 我那个讲演好像他们印成一个单章 不晓得你们同学看过没有 菩萨行呢 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 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上啊 就在现前工作上啊 就在你眼前事业的推展上啊 也就在日常生活运策当中 是圆满六波罗尼 你会很开心啊 人家那个家事天天做 做得很厌烦 你做的天天做得快快乐乐 欢欢喜喜 为什么呢 你在行菩萨道 你在那里自度度他 你在那个地方做菩萨做佛 他怎么不快乐呢 你不懂得对他 你就变佛变成凡夫 苦死了 天天为你也有人啊 生烦恼造业障 所以佛法呢 尿就尿再把那个念头转过来 主人反而老为菩提 不实哪一个不做呢 反而是我们帮助任何一个人 点点滴滴都叫做不实 顾今天也看到的不实娘子 一定到寺庙道场去捐钱 就叫不实 错了 不实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是个家庭主妇 你早晨起来 你要把你家整理的干干净净 为你家人准备早晨的茶碟 你在准备不实啊 你不实你这一家人啊 你是用体力不实 体力是内才啊 我们这个身外之物叫外才啊 华严经上讲的这个 好像是第六回向章里面 跟我们讲了一波多种不实 我们用我们的体力 用我们的智慧 天天想啊 明天这个这个 要吃些什么 要做些什么 你都为家里人想 那个你想是用智慧不实 你却做是体力不实 这个内才不实 你在修不实不入力 你家里面这一家人 都是你 你接受你不实的这些众生的 那么你在行菩萨道啊 你不要以为了 哎呀我这个 这不是这一家人吗 你要晓得 你这一家人的时候 修好了 一家人都很快乐 一家人都很幸福 你这邻居看到了 对你就羡慕了 为什么他家过得那么辛苦 你家过得这么快乐 邻居在传邻居 你这个一展开 就是近虚空变伐界 你在那里普度伐界众生啊 你这个家庭是 近虚空变伐界家庭的一个好榜样啊 菩萨家庭啊 无外家庭啊 你就在这个工作里头 你就圆满菩萨道 你就在这个工作里面 仇责了 你怎么不快乐呢 然后你就晓得 哦 我扮演这个教师 做这些 菩萨实现的 所以祝福菩萨 各行各业 男女老少 各种不同身份呢 他都给世人做最佳的榜样 这是讲的 施主有情 无量无书无病善法 那是真的一点没错 你从早到晚 从年初一到那月三十 齐心动力 都是为别人 唯有为自己 这里都很重要的 不为自己 看到别人幸福 我就很快乐 就很幸福 啊 逆于 为众生 四四 为众生 自他不二 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 为自己就糟了 那就大错大错了 为自己 各位要晓得自己的福报很有限 福报想尽了 苦就来了 谁照顾你 你能照顾一切人 一切人都会照顾你 因果报应嘛 丝毫不爽啊 我们由此可知 我们的念头稍微一转了 原来从早到晚 所作所为 全是菩萨道 啊 你大波瑞完全相恋 可惜 众生迷惑颠倒 他这个念头转不过来 不能把智力啊 转变成利他 那个关键就在此地 那所以转过来之后 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善法路 你就是大施主啊 你不要家庭主妇 你不要以为是 哦我这个不是一家人 不是如此啊 你不是这个社会啊 你这个家庭是个社会的榜样啊 而是社会的无范啊 而这个社会又是所有一切社会的榜样啊 这不叫大施主吗 啊 你心虽然天天做 心里头干干干净 悦不其思 一成都不然 知道一切法 无所有不可得 啊 于自信相应 于大波瑞相应 你看你独自在啊 如果你有求 我做这么多了 你能拿什么来报仇我 那就麻烦你苦恼就来了 啊 只有不守不实 不求这个道场 你的心独自在啊 都灭满了 啊 你所对的果报不可思议 对什么果报呢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跟你说 我们照顾老人 将来我们自己老了 就有人照顾啊 我们照顾病人 将来我们自己病了 也有人照顾啊 这是什么呢 有识有报 你命忘记 你要是只是不实 我照顾老人 我不求将来年轻人照顾我 我照顾病人 我也不希望将来我生病 有人照顾我 结果你得什么果报呢 你得的果报是不老 永远不老 永远不生病 你会不会有人照顾我 所以你要干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心求 你将来会老 老的时候很多人照顾 你将来会生病 病了也很多人照顾 你有一个施暴念头在嘛 万发为心嘛 我只是不求回报 那你将来你就不老 也不孕 甚至于你也不会死 这真的 这一点都会压了 将来你往生的时候 不要人照顾 你看到有人往生的时候 你都给他们照顾 将来你往生的时候 也有人跟你照顾 那你就坏坏坏坏 你就有识有报 我只给别人照顾 我绝不求啊 有回报 将来你自己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自在往生 不需要一个人作念 你多大自在啊 所以你才晓得 这个心里头啊 做这个功德 富德的事情 若无其事 果报不可思议 这大臣经上常讲的啊 怎么不可思议 你不懂啊 这个东西啊 要有人跟你讲清楚 讲明白 所谓是 佛法无人书 虽知莫能解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 我要请你们做大施主 大施主 培养红伐人才 红伐人才 纵然他有天赋 他有这个秉赋 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人培养 没有这个女 他也不能成就 什么女呢 他要上台设讲啊 底下要有人听啊 这个方式出来设讲经 下头没有人听经的文啊 他还想什么 他能有什么成就啊 文明图书馆现在韩馆长生病 住在医院 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你的功德很大 你自己要想的 我说你是文明知识的 在世纪啊 你是在视线的 你不是真的生病 你是在装样子 视线的 但是装得很像 哎呀 我们大家看到都看悟了 不觉悟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都菩萨视线 我们今天的成就 这许多人都不晓得 你们应当要懂的 我像一棵树一样啊 早年是个树苗啊 谁来灌开 谁来培养呢 他 他们家一家人 怎么灌开 怎么个培养房呢 就是一定是 常常想着 找机会 找机会 给我去奖金 各位要晓得 一到寺庙的 我们进不去啊 不会让我们奖金啊 什么原因呢 这一奖金啊 怕的是信徒 对我们产生恭敬心 供养的红包 往我口袋去了 那些人看到就很难过了 所以他不欢迎奖金 如果你要去赶金灿去去呢 他欢迎 你一到寺庙奖金不是欢迎 唯一地方奖金吧 那个时候 勘据是租地方 借地方 有朋友开公司的 晚上不上班的 借公司 办公室奖金 有些常常租地方 这个地方租几个月满了 另外再找个地方去租地方 我们今天还有几位 最早的几个月互发 那个时候有五十几个人 他找来的 找来的就是什么 天经啊 这有听众的 他替我找地方奖金 替我挖一些听众来 替我讲金 所以我这个奖金 今天人们在讲 还讲得不错 怎么不错呢 四十年没有终端 一个星期 应该是至少要讲三次 多的时候 曾经有个两三年 一个一个星期 讲三十多个小时 五上五下五晚上 近近四十年没有终端 这样是唸出来的 所以他的功德很大了 今天这个书好像开花戒子 他看得很欢喜啊 我们今天面目迎代 流并全世界 这就好比开花了 我们在台湾 在这个新加坡 培养一些奖金的 年轻法师这几次啊 我们反本 追究这个鱼根鱼 是得利于他的后职 他当年不断虐心的帮助我 我大概去还俗去了 什么原因呢 我出家的目的是红发立生 我不会去赶金鱼 所以逼着我去走金鱼的路 我不可能走 我明面还俗 我也不会去赶金鱼去 所以这个成就啊 是他一个人的 这个影响力越大 他的功德越大 道理在此地 我们这个讲堂 星期二 每一个星期二 我们图书馆的 这些年轻法师 在这里学习讲经 最近讲的是 《无量寿经》 是乌有思 他在这边来练习讲 您的来讲中 不但是要听讲 来凑人数 那个没有意思 要认真地听 听了之后 要批评他 他哪个地方讲得不对 哪个地方没讲清楚 哪个地方讲得容易怀疑 我们要把他找出来 要叫他改进 帮助他进度 那么这样这个人 经过三年五年的训练的时候 他就真正能成为一个讲经的法师 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 所以希望你们 所以希望你们星期二 要来培养法师 要来栽培 要来灌开这个树苗 那佛法才有前途啊 你一听我讲经 为什么功德 听他们讲经 功德才大 你们是来养 是来种树的 你们是来种树的 你们是来灌开的 那么怎么个批评法 我们有一张表解 会议发给大家 你看到了里面 他的讲的内容好不好 你们打勾就行了 好或者是不好 或者是很好 或者懒得需要改进 要认真批评 让他有进步 这个是替佛教培养人才 大家的责任 那么我平常教他们 让他们在这里表演 现场表演 你们观众在评审 一样跟着评审 他才能出得来啊 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